历史河流里最令人唏嘘的 莫过于那些出生高贵 却遭荒唐命运的王子 他们本该享尽荣华富贵 亲历盛世帝王的辉煌 然而却沦落为阶下囚 在黑暗中度过此生 大明王朝有这样一位极为不幸的皇子 他叫朱文归 本该富贵一生 活跃在璀璨的紫禁城 却被囚禁终身 出于时已勿我两望 可歌可泣的宿命令人不胜唏嘘 明朝 一个兴盛的大一统王朝 在明初的这段时间 正是百飞待兴 国力民力蒸蒸日上的时期 与繁华热闹的外面不同 皇宫深处 关押着一位明开国以来最不幸的的王子 他本该一生富贵 却在这幽深皇宫度过了大半辈子 直到临终才再得自由 一阴401年冬 一生啼哭划破了宁静的皇宫夜晚 宣告着大明朝又有一位皇子的诞生 他的父亲是当朝皇帝 建文帝朱允文 母亲是端庄的周皇后 喜悦的气氛在皇室蔓延开来 皇帝给新生儿取名朱文归 予以才华横溢 前途无量 在那个时代 能够成为皇子是上天最大的眷顾和馈赠 他一出生就拥有了无上荣耀 被毕恭毕敬地呵护着 仿佛天智骄子 他拥有整个王朝最好的衣食住行 可以享尽人间美味 可以得到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可以随心所欲地观赏京城的圣经围景 光明灿烂的前程就在他面前一路铺开 所有人都在期待 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 长大后的无限可能 然而 命运的齿轮 却在他还在强宝时忽然扭转 给他带来了与生俱来的荣耀 完全不相符的人生 建文四年 燕王朱棣起兵叛乱 父亲建文帝在靖南之义中失败被废 随即人间蒸发 母亲周皇后也在动乱中自已而亡 仅仅三岁的朱文归 在一席之间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作为建文帝的嫡子子 哥哥与父亲都失踪的情况下 他就成了新皇最大的威胁 新登基的永乐帝朱棣 不会容忍旧势力的存在 幸好他还年幼 这个不到三岁的孩子就被永乐帝贬为建树人 软禁在凤阳的皇宫广安宫 从此与外界隔绝 不再为人所知 本应该在被宠爱的年纪 享受着全天下最好的生活 一席之间 他成了罪人和囚徒 被永远关押在了幽深的宫殿之中 对一个孩子来说 他还不知道 未来等待他的是什么 他的现在只是一个在深宫中好哭 失去了父母的孤儿 这悲惨的命运转折 一个本该阳光灿烂的童年 就这样被无情地夺去 广安宫退隐幽静 四周都是翠竹轻松 一派山林景象 这看似是个隐居清修的好地方 但对于一个本该习舍骑马 汉莫丹青的皇子来说 却成了牢笼 朱文贵的童年时光 就这样在广安宫 一砖一瓦间流逝 他的生活极其简单 起居饮食 都有几个太监和宫女伺候 没有书籍叫他读写 没有书师叫他博学 只有墙内的小院子 能让他放飞想象力 他每天的最大娱乐 就是躺在院中打盾 看天上飘过的白云 偶尔 他也会在心中想象 如果没有发生静男之变 自己本该过着怎样的生活 可惜 从小长大的环境 让他无从思考自己 本应有着怎样美好的未来 幼年变成了青年 一切的生活 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慢慢长大的他 有时会从宫女太监口中知道 零散他本应拥有的未来 但他也知道了 这座广安宫 就是他现在和未来全部的世界 整日待在这封闭的小小空间 对一个本该活泼张扬的少年 是巨大的折磨 他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来回踱步 在心中反复描绘愿强每一处纹路 这种没完没了的囚禁生活 让朱文归的心灵都开始麻木 他再也不会期盼外面的世界 因为那与他无关 他只能靠回忆已经快计不得的 父皇和母后来维持自己活下去的欲望 光阴流转 永乐帝驾崩 红西帝即位 宣德帝即位 天顺帝即位 朝局变化 皇帝更迭 可这座囚禁着建门一锅的幽深宫殿 依旧静默着 于世隔绝 直到天顺八年 今年以57岁的朱文归迎来了他人生的巨变 这一年 发生了著名的夺门之变 英宗朱祁镇复辟重新掌控大明江山 得到自由的英宗还想起了沉寂多年的建门遗孤 或许是出自同病相怜之心 他下旨释放了朱文归 让他离开广安宫来到皇宫居住 这个消息犹如惊雷 打破了朱文归砖墙后的平静生活 当太监宣读圣旨 说他终于可以走出这座囚龙时 朱文归有一瞬间的恍惚 他已经在这座宫殿中度过了56年 对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没有概念 一时间难以相信自己真的能重获自由 他已见惯了这里的云卷云书 朝朝暮暮 甚至对自己终老于此也麻木了 没想到命运忽然开了一个大玩笑 他突然可以走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朱文归踏出宫门的那一刻 骤然明亮的阳光 刺痛了他久居阴暗的眼睛 微风拂面 朱也轻生 都是他多年未曾感受过的茫然和新鲜 替泪夺狂而出 他贵妇在地 这一刻的激动和解脱几乎要了他的命 来到南京应天府的朱文归 犹如世外桃源里的人突然来到了人世 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奇和陌生 朝中众臣也闻讯前来观看这个传说中的建文帝之子 只见他已然老太隆忠 面容枯高 身材缺失 举止迟缓 不像一个王子 倒更像是幽禁多年的阶下囚 有人说 他出处攻势 见到院中牛马都毫无认知 可见终生被囚导之的智力退化 英宗听说 他一时起居都有欠缺 便派人定期给他补充钱两 照料生活 对一个从小被囚禁的人来说 长达56年的与世隔绝 让他完全忘却了正常人该有的常识和技能 简单的走路与动作都变得生疏无比 更别说适应人多热闹的环境了 在宽敞华丽的宫殿 在丰盛美味的饮食 对他来说也毫无意义 因为他的心智早已被深宫所禁锢 鲜活的灵魂逐渐枯萎 宛如行尸走肉 获得自由后的朱文归 内心是何等的绝望和麻木 外界的一切繁华喧嚣 不过是昔日阶下囚的一场短暂虚妄之梦 他早已见惯了广安宫中的朝朝暮暮 对外面的世界再无向往 只想依靠着宫墙壁度过最后的时光 终于重见天日的朱文归 享受自由的时光却非常短暂 仅仅半年后 他便以六十岁高龄死去 熬过漫长黑暗 他终于看到了光明 却也只来得及看一眼 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朱文归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 他不普通的一生 成为了大明王朝中 最最不幸的皇子 虽然他生前没有得到应有的皇室荣耀 但在他去世后 朝廷还是给予了些许怜悯 明廷追赠他为润淮王 保障他后人的一世生活 这份迟赖的恩典 不知能否抚平建文子四百年来 对这残酷宿命的惋惜 历史滚滚向前 朱文归的悲苦命运 只是历史洪流的一小朵浪花 我们不能为历史判罪 只能感叹事实无常 只能在心中引以为戒 以史为境 可以知心体 以人为境 可以明得诗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